订阅傑斯频道,like和share我们的片 集结力量,为自由攜手守护镇上 近年香港社会乱象频生 反中乱港分子对一国大有偏见 他们通过各类的选举进入特别行政区治理架构 令一国两制陷入危机 因此中央和特区必须让香港社会深入理解 以及接受爱国者治港的前提 才能稳健地推进民主的进程 鉴于此2020年的港版国安法立法 2021年3月11日第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关于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的决定 落实了爱国者治港反中乱港者出局的原则 中央从国家层面完善特区的选举制度 是完善一国两制的重要举措 纽正目前选举制度的实施偏差 是以法律规范维持和谐的第一步 确保爱国者治港 重新让社会政治生态恢复平衡 从而有利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2014年是重要的分水岭 占中事件令群众式的街头政治 突破了法律的界线 演变成法犯法合理 2019年反修例风波的街头暴力 发展为一场要推翻特区 乃至中央政府的政变 选举和政改有法的暴乱 一次比一次猛烈 由中央主导修改制度 并不是民主倒退 面对社会乱象 新的选举民主和法律制度 可以稳定政局保障法治 回归一国两制的初心 以上读的就是来自 这个劍击金牌冠军的江文慧 他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篇 碩士学位的论文 标题就叫做 透过占中事件 反思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完善的路径 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水平 我想大部分今天 在立法会做着 垃圾议员的 那几十位人兄 或者还有 在三十十多局 那里做着 拌几十万一个月的 都未必写得出一篇 这样的 那么有水平 绝对可以得到 国家认证的 一篇 爱国爱港的文章 那么这篇文章 就是大家 来自大家 不分蓝黄 很多今天 还在支持他的江文慧 读出来不是想 首先事先声明 如果香港政府稍后 应该可能又会 例如邓炳强 朱粉抢羊羊虹 甚至是 李叉销 可能都会走出来说 有些香港人 不怀好意 别有用心 欺凌一位 香港 为香港争光的 运动员 我首先就先回应 这些 垃圾废柴 如果你说欺凌 香港人已经被你们欺凌了 起码接近五年 所以就算是 欺凌成立的话 其实都是 今天最多都是 双方面的互相欺凌 就不是单方面 就特别针对某一个人 而欺凌他 我也有进过去 江文慧的Instagram 看过 到目前为止 有相当多的留言 南、黄的也有 南、黄的也有 特别的黄的 是很过瘾的 仍然都分了很多 有些大概意思是 不理你是不是 南、黄、江文慧 我们都继续支持你 因为你为香港 香港就拿到这一面 金牌 甚至打出这个 香港人不死的精神 但有些就 忏悔 就说撑错了他 在英国的 讽刺漫画家 就像专子一位年轻人 很多人都有看他的Instagram 都有看他以往的一些 諷刺漫画 阿濤 其实阿濤之前都画过一幅 漫画 就是去支持江文慧 但后来 可能是这几天 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桑普多 知道江文慧的真正身份之后 他又画了这幅的漫画 这幅漫画是上下两幅图 上面是一个戴着面具的 直剑击手 拿着金牌 这个就是江文慧 右下角有阿濤的Qmuck 好像一只麻鹰 Eagle 就举手掙扯他的 但是当下面一幅 当劍击手拿起面罩是五星旗 最后那种Eagle却捕 他在漫画上也寫了一篇文件 他说 扶起江文慧面具 看完他的那篇 蟒到出血的 《一國兩制制度優勢》的論文之後 我剛才讀過一篇 自認我之前都炒了車 身為香港人看奧運非常糾結 運動員為香港爭光 本可以單純地支持和慶祝 但今天奧運本身是一個政治的大舞台 在《後國安法》的時代 更加變得複雜 香港能夠擁有獨自的代表隊 通過賽事凝聚有別於一國的身份認同 讓世界去看見 在如今只能躺平的香港 更應該值得為奧運奪金鼓舞一下 但官方卻不斷地和民間爭奪 奧運榮光的詮釋權 運動員個人的成就 都被寫入猶志及輕的劇本 香港人情感不知如何投射 陷於左右為難的處境 只好學懂靈活走位 Living the truth 他說香港隊 我不會放棄支持 但那些說好新香港故事的人 我會繼續冷待和熱風 都表了一個態度 這幾天很多香港人 因為江文慧的事件 都繼續表示一個態度 究竟是撐還是不撐? 阿濤也表示了一個很typical的心聲 就是今天其實做香港人也很辛苦 究竟撐不撐這些運動員 以往我們當然是香港隊的運動員 當然是撐的 但今天就很複雜 因為要分了顏色 還有我想特別是男 沒有那麼複雜的 男就單純很多 總之因為他們都是吃慣殘廢餐 總之有東西撐就撐了 不用分黑白黃藍 不用分是非 總之他們都是是非不分 但黃呢 我想就會辛苦一些 究竟在黃的社群裏 其實無論是英國、加拿大、台灣 甚至香港的黃絲 大家今天都還在爭論 究竟應該撐還是不應該撐? 我覺得再說一下 我自己覺得的 問題不在於江文偉 江文偉其實一早已經是立場鮮明 你看看他剛才寫的那篇文就知道了 即是他翌日 他都接近快要退休 但退休的時候 他真的隨時都會在政府上 會撐回一官半職 甚至都有幾大機會 整個人大政協去做一下 年紀輕輕 真的可以有排做 做幾十年都可以 你看到他寫的篇文 其實很有水平 這個是從共產黨角度去看 那麼就 表了態 表了中 所以翌日其實 看完他寫的篇 碩士論文 已經看到 他絕對是一個中國精英 在香港要撐回 在香港政府裏面 撐回一官半職 每個月逗幾十萬間 只是二餘反掌 二個他拿金牌 所以 蘭寶有一天 會見到一位官員 他叫做江文慧 甚至有些人就說 嘩 比特首更厲害 做特首絕對有資格 是不是呢 金牌特首 所以 李叉燒 李叉燒不用看車 李叉燒 李叉燒已經隨時連任了 李叉燒的對手 可能是鄧炳強 還有 陳茂波 那些 還未到江文慧 但anyway 我覺得問題不在於江文慧 在於大家 其實我覺得大家都上了一課 其實 以後都要想一下 值不值得支持這些運動員 我之前拍片都說了很多 我自己一定不會支持 因為 起碼 我覺得我自己的家有問題的時候 我想找人支持一下 但是 這班運動員沒有支持過我們 所以 我覺得 大家不是同路人 這個問題不大 那就留給其他人去支持 但我覺得都會上了一課很好的課 就是 讓大家去思考一下 今天有些香港的文化 其實好像阿濤說 其實話語權已經被人騎劫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你說今天 奧運拿到好成績 香港 香港政府的解讀一定是 你看 猶志入興 以前都沒有拿這麼多金牌 但是今天 我們 在我們英明領導之下 你看 運動員都威了很多 這個就是他們的解讀 但是在我們這邊的解讀就是 或者在我的解讀就是 這些只是看到香港 繼續 佈進去一個極權的世界 無論是體育 無論是娛樂 這些軟文化 全部變成一些意識形態 必須要講政治正確 還有這些全部 在娛樂圈也好 做運動員也好 你必須要政治正確 愛國愛港 然後跟著你才能繼續生存下去 那 有沒有 一些出路 例如說 黃絲會覺得很辛苦 其實我也不覺得很辛苦 因為我預料了 但是 我覺得 不要這麼絕望 不是一定是江文維 支持張家朗 可以嗎 這些交給大家 支持何絲培 可以嗎 不要問我 你問我 其實我給了你意見 我就一個都不會支持 我可以很肯定 告訴你 你以為只是江文維 一個有讀過國情班嗎 其他那些一樣 都有讀過國情班 還有一個最主要的問題 就是 其實他們 全部人都知道 今天香港發生什麼事 但是 他們是為了 他們自己的飯碗 他們是選擇了沉默的 這是他們一早選擇的選擇 問題是 你可否看得起 這些選擇了沉默的人 不只是運動員 公平地說 很多娛樂圈的人一樣是這樣 所以你還繼續去聽這些人唱歌 或者看這些人的電影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其實都是交給每一位 可能曾經或者現在 都覺得自己是黃的人 去決定 你要對著 你要有一種什麼的態度 那這個就 所謂 這個可能就會決定了 你究竟你是 你究竟是淺黃 還是中黃 還是深黃 這樣 這個就 不需要和別人交代 和自己交代就可以了 這個家其實都是屬於 每個香港人心目中的家 所以 你自己去看看 怎樣覺得 對得住自己的家 這個對得住自己的家 那個標準 其實每個人都不同 那 我都是那一句 今天的我 我就沒有 我沒有太大的資格去判斷別人 那我只是 我希望的 就是我自己做多一點 去判斷我自己 但是剛才都問 剛才提到的問題 就是 那是不是很絕望呢 那我又覺得 不是 我又覺得 其實我又很期待 就是 可能要在 不久的將來 這個就回去 就是 究竟香港能否出到 一些運動員 好 很有性格 甚至是 黃色的運動員 不能排除 沒有這個可能 OK 我們這幾年 都有很多人 很多 很多香港人都離散了 出去了 還有 看你有什麼運動 有些很個人的運動 譬如 打個比例 你就明白了 譬如說 如果你在香港 出了一個網球員 打到好像 費達那 或者 娜道 或者現在 艾卡拉斯 那些水平 可以在大滿冠 有機會 問頂冠軍 他未必 一定需要 是 藍的 他未必需要 是要走進去 精英運動員 那個體制 因為 要視乎不同的運動 有些運動 大部分時間 都是以個人為單位 不是以國家為單位 不像游泳 乒乓球 乳無球 這些 專門出那些 很沒有性格的運動員 因為 你真的要靠 至少 在中國 在香港 你要靠 系統 體制 去 培育你 否則 你就很難做到 全職運動員 如果 打一份工 半職業 你又 不夠時間 可以有這麼多 操練 你就進步不了 但是 有些運動是可以的 你說 剛才說 網球 或者足球 可能 原來 在我們現在 離散了 那些香港人 那裏 原來有幾個 小孩子 我們很多 去了英國 你真的不知道 十多年 很快 十年 八年後 突然間 有一個 小孩子 打進去 英超 在曼城 清訓 利物浦 阿仙奴 清訓 你看到一個 香港小孩 慢慢 一路 打到英超 在聯賽中 打正選 這樣 那個小孩子 知道他的 圖 他會繼續 分享 香港故事 人們會訪問 他 甚至 他要選擇 十八、九歲 他要開始選擇 究竟 他有資格代表英國 他也有資格代表香港 或者 還有 香港政府 十年八年後 未必是 豬粉搶 楊楊紅 民體局 不知 民體局局長 走出來抽水 然後 這邊的 那個小孩子 說 收皮 不要抽我水 OK 即出來見傳媒 告訴傳媒 為何現在英國 正在踢球 因為我 老爸 在2019年 這樣 這樣 就來了英國 然後 才有我今天 所以 我知道 我為何會今天 身在英國 在英國 成長長大 如果 我好多得我 老爸 老媽 如果不是 我今天 就讓你洗腦 天天 變成 戰狼 運動員 這樣 夠大劑 這樣 他又可以分享 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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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故事 然後 就 出個聲明 就說 我現在選擇 代表英國 因為代表香港 你香港政府 派人來跟我談 OK 或者 直接 列出條件 叫香港政府 你總之 你不用過來跟我談 你總之 開個記者招待會 或者叫特首 星期二 在行政會 的 早上 記者招待會 說一聲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或者 再要求 多個 唱 《願榮光歸香港》 那我立即 就代表香港隊 這樣 行不行 你不要以為 天方夜譚 遲些 可能會出一個 黃色運動員 這個 這個就是市場決定 就是 看看誰 求誰 如果 他不需要 求香港政府 的時候 他就可以 很囚囚 就像 輝達 台灣 今天 Ann Vida 老闆 黃仁勳 幾個月前 他在台灣 他說了一句說話 他說 在世界上 台灣是一個很重要的國家 喂 共產黨 都沒有 到今天都沒有 你有沒有見過 共產黨出來 或者 動員群眾 然後 一起 聲討 在大陸的留言 每個人都說 不要搞 國家還要求他 每個人都知道 那些晶片 沒有了輝達 會死的 所以 這個是看誰 有求於誰 然後 就會有 那個話語權 所以 我們 有希望 就不要 這麼絕望 第二天 我們真的可以 其實我覺得 儲了儲了一局 第二天 才撐一個真正 黃色的運動員 總之 譬如說 拿到網球大賽 大滿冠冠軍 他走出來 首先 說什麼都好 先說明 你香港政府 不要抽我水 OK 輪不到你 我拿過 我拿過 我今天的成就 跟你完全無關 然後 你 你 真的 認真 然後 大喊一聲 永光 歸香港 不是不可能的 我們今天都走了 很多人出去 然後 有外國勢力的栽培 出個非比斯 也可能 所以 我覺得 不用太絕望 我想 這次 真的會給大家 好好上一課 讓自己去選擇 究竟 以後 我們 對這些 運動員 要保持著 什麼的態度 其實 不用這麼 困難的 你又要問一下自己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你看幾多次劍擊 是不是 你連今天 連劍擊的規例 都未搞清楚 或者什麼叫做 重劍 什麼叫做花劍 你又都未搞清楚 也都無需要去搞清楚 根本這個體育運動 其實 一向都是懶滿 一年 又不會看見江文慧好多次 除非你追星 對不對 所以 是的 我覺得 從頭到尾的問題 其實都不在江文慧 江文慧 其實 她沒有欺騙過大家 雖然 不過 如果我是她 我就說 你沒有問清楚我 如果你問一下我的政治立場 我就立刻回答你 我一定會回答你 對不對 我對著電視台直播 我都這樣說 我愛國愛港 心是祖國 沒有祖國的栽培 又怎會有我今天的成就 對不對 她一定說得出 她根本就是一個天生的藍絲 不過是 很多 就是 很多 黃色的 香港人 捉錯了 用神 而已 那 交給你們 大家 其實沒什麼所謂 我經常都強調 這一條是一條 換醒之路 那 有些人早點醒 有些人遲點醒 所以 在每一個階段 或者每一件事 都可以換醒很多人 甚至 大家都不知道 我們很厲害 可能繼續有很多黃絲 支持江文維 支持到 感動到江文維 因為江文維 遲一點 變成黃絲 是不是才不知道 這些事情 很難說 所以 又不需要去割席 但是 試一下 以後 其實 看這些運動 是不是一定要支持香港 你才覺得 看得很過癮 好像有些人 賭球 經常跟我說 我不買球 我真的看不到 一場球 經常問我 師叔 為什麼你看球 不買球 不買球 怎麼看球 看這些運動 不一定要支持香港運動員 你試一下支持對家 其實都可以很過癮 我明白的 當然要找些東西支持 你才過癮 但是你想想 我不是一定要支持他 這次奧運 其實我看很多運動 都很快 比如看女子 體操 全部牌都被 Piles 拿了 美國隊的天下 我最開心 所以看得很高 所以自己去調節 慢慢習慣了 還有十天左右 就完了 這個奧運 然後又要找些 其實這個問題還可以延伸 你繼續 你看不看李克勤呢 還有一些上一年多 其實都糾結了很多年 從小到大 聽譚詠麟 聽到大的 現在 聽 仍然他挺喜歡聽譚詠麟 就躲起來聽 但是他都是黃絲 這些我都認識 真的有的 還有 還有 我很喜歡看黃祖嵐 我在溫哥華見過他三次 最近一次 我在溫哥華見到他 在列治文見到他 但是一個星期前 我終於忍不住 離遠 但是一百公尺之內 他在聊電話 我就大叫 納蘭莎 我說 晚上叫人家 經常叫人家 經常叫人家 回東莞自己 經常離軍歌 大聲喊 聽得到 所以 藍絲很趣 所以大家 以後 也要繼續 這個問題 也會延續下去 沒有辦法 因為 在今時今日 香港 大家要明白 都是那句 懲教職員教我 養妻活兒 都是吃飯